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待会我来再来来再做说明 现在就有很多的这些听众的朋友在网络上都已经开始跟我互动了 那也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也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是礼拜四空军节 这个非常值得高兴的日子 这是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8月14号 由高智航所赛领的第四空军第四大队 这个升空这个迎急作战 当时创下几落两架 重伤两架轻伤两架 这个总共如果是一来算的话 应该是当场就是2比0 然后重伤两架分别都后来飞回 在飞回台湾松山机场的时候 也都相距坠毁 另外轻伤两架回来 所以你按照实际的比例的话 是4比0 轻伤两架又再算 有的人会把它算进去 那就6比0 大概这样 那整个来龙去脉 因为这已经80多年前了 1937今天2020年的8月14号 已经80多年了 那当初的话 我们这个是全胜而归 但是有一架因为油烧光了 油烧光了 我最失事坠毁 另外有一架的飞机 它因为操作的问题 场外迫降 因为那个时候大陆都是平原 都是田园 所以场外迫降 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都没有被日军的 964的重轰炸机击中 没有 一个是因为油烧干了 这是另外的事情 当时整个状况 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查 都是写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是空军 当了45年的空军军人 从1975年民国64年 一直到2020年 总共当了45年的军人 所以对空军的历史 稍微有一些涉猎 然后在上个礼拜的 礼拜天 礼拜天 在新北市三重 有一个三重 三重一村 三重一村 那是个空军的眷村 有一个讲座 我也去了 去了 都是义无性质的 都是义无性的讲座 那边还大唱空军军歌 这个大家 我唱起来感觉到 这个回荡人长 这个余音绕梁 三年不绝 我到现在为止 还可以想感受到 当场的气氛 虽然只是上个礼拜的事情 也到眷村 也利用一些空档时间 整个眷村 也遛了一圈 感觉到这个往事 这个成年往事 这些时光的岁月 我虽然没住过眷村 因为我的家 在台南 离眷村很近 我的同学有很多的 是眷村出来 台南市的 东区的 在崇伟新村 京中山村 锦南一村 汤山新村 隐居三村 就是四分子那边 建国十村 还有京中一村 还有在二空的 仁爱村跟仁和村 后来我搬家搬到仁德村 那都是仁德乡 仁爱村跟仁和村 是在仁德乡 所以非常多的那些同学 将近一半以上是眷村的 所以跟他们互动很好 虽然我没有住过眷村 也到眷村的 这个杂货店买东西 因为自己也缺这些 这些萝卜干 或者酒 盐巴 味精都要到杂货店去买 酱油等等 还有到建村去看电影 那就是现在那建村 早就不见了 有的都已经改建成国宅 有的已经变成公园绿地 都是成年往事 但是上礼拜 到了三重一村 看到了 也想到以前那个样子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要提的就是 我们所提到的台湾的国防靠谱吗 那我本来是两个 本来没有讲台湾的国防 本来是就 也就是说 我们的国防靠谱吗 还是台湾的国防靠谱吗 我认为这个来提一提 我不要紧把两岸的这种 这种纠结进来 只单纯的看台湾就好了 这样会比较单纯 因为这边听众朋友 也有的可能部分是 这个大陆的听众朋友 也会有 那我们就是就台湾的观点 来看台湾 而不是以台湾的观点 看两岸的这个国防 那如果是大家对 这个两岸的国防 或中共的国防 有一些 这些 看法 或者有一些 我也可以来分享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内容就不要去 私交 和分散 我们就聚焦 这样比较好 容易谈问题 今天台湾的建军 备战靠谱 这个题目 这个是 一个大灾问 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的看法 但是我就我个人的观点 来跟大家来分享 那第一个 我在想 靠谱靠谱 有很多的 第一个人够不够 人够不够 就跟招生 跟招募 招生 军小招生 招募 这些自愿意的招募 那这样的话 招生招募就 含过一招全部了 那招生招募 我都认为 在这一方面 我要以 不要以我们 像昨天 股防部有出来说明 我们的招生非常好 百分之一百多 那为什么部队会切远 你百分之一百多 为什么部队 边线比不够 所以有记者在问 那边线比 为什么多少呢 股防部 就顾卓佑而言 他就不 就不说出实情了 招生百分之百 结果边线比 大概只有六成七成 那你这样子 是不是 会被人家 又做文章 所以他就 他就这个 就不正面回答 等等 今天顾立雄 当股防部长 他如果能够 虚心就教学习 我认为还可以 但是他都 好像到现在为止 从520到现在 将近 三个月了 好像还抓不到重点 还抓不到重点 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 因为他没有军事的背景 也没受过军事教育 也没有 从事这国防上面的研究 我也从来没有看过 他写过有一篇 关于国防的文章 当然他现在可以写了 他很多 现在因为当部长 有很多的幕僚 可以帮他来写 但是在当部长之前 没有从来没看过 他写过一篇 关于国防的上面的分析 或两岸的分析 他只是个法律的背景 懂法律来办国防 未必是人是人 所以在这一方面 外行人领导内行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大家也就适合不见 习以为常 不予查究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国防会到哪里去 就把国防当儿戏了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们希望有专业的 有背景的 有研究的 有这一方面的成就 这一方面的 很可靠的学养 军事学养 或者是军事素养的人 来当国防部长 那就不一样 大家看 那这是靠关系 靠裙带 靠政治筹拥 或选举的分赞 那你把这个国家的名气 当选举的分赞 国家会强大吗 军事力量会强壮吗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看 那我要用外面的保证 因为毕竟我们有时候 国内有时候各在各的观点 自说自话 那我们来先来看美国好了 因为很多执政党的人 民进党的人说 不要以美 那我们看看华盛顿邮报 在上个礼拜所想出来的 最重要的台湾的问题 就是招生招募 这华盛顿邮报大家 可以上网去点 去点出来 看华盛顿怎么样来讲 那今天 要不要以美 那也不要以美 那我们就 华盛顿邮报讲的 我们招生招募 非常的凄惨 那怎么来看 大家可以把这个文章颠出来 我今天讲一些话 都要有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 或者了解一些相关的数据 才可以有评有据的 来评论一件事情 不可以天马行空 胡乱说 胡乱语 不可以 因为毕竟 我最基本来看 也是个大学教授 总是不能胡言乱语 去糊弄人家 那我们现在 我今天就讲到 华盛顿邮报的这一篇 那他为什么会忧心忡忡 对台湾这一方面的建军 他没有讲到这些武器装备 但是他先讲到人生 找到招生招募的问题 那这一个我们真的 我也不要说这个 华盛顿邮报有多大的权威 但是毕竟他会比较客观 因为他第三方 我们他权威不权威 我们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毕竟比较客观 那是他客观呢 来论断台湾好 还是我们这个 孤立雄来自说自话的好 我认为 华盛顿邮报 值得我们来参考 引以为借尽 既然招生招募不够 国防部又在那边 说招分招募百分之百 那是打脸 打脸华盛顿邮报了 打脸美国 叫我们处处都要去怀疑美国了 是不是 那跟民进党 在那边说不要以美 那不是完全来源北侧 背道而驰 那不是这个样 所以会让大家乱的方寸 到底谁说的算 所以我今天要讲 那就是那以美国的说的算吧 美国都已经讲 华盛顿邮报 那我们自己容易自吹自擂 漫天 寒假 不好 那昨天记者所问的 边线比多少 那个国防部也打不出来 最重要的 我认为可能出在一个问题 他不能面对 就是多少的退场机制 多少人进来之后又离开了 招生是以为是 但是能不能留下来 能不能长留久用 不要训练完毕了 他又打报告离开了 那不是白忙一场 竹篮子打嘴一场空 好不容易有这个数据了 但是都跑掉了 甚至入不敷出 近来的少 近来的百分之一百 但是走掉了百分之一百零五 那你不是又负数了 近来五千离开五千 那不是不就负数了 这个问题蛮严重的 我认为国防部在这一方面 就是先面对问题 要赢得人民的尊敬 尊重光荣 抬头体胸 昂首阔步 顶天立地 气宇宣昂 充满自信 我认为就是诚实一对 把所有的数据 原原本本 摊在阳光下面 跟这些平民百姓 社会大众 关心国防的事务的专家们 说清楚 讲明白 然后要把努力的方向 跟重点 跟大家说清楚 那不是就好了 其实要引起 全国人民的 社会大众的支持 就是那么简单 轻而易举 我希望这边 有在网络上 讲话的这些 多多 多多反应 他们的画面 都一直在跳 我们希望 理性的探讨 我今天呢 我今天跟大家讲 我是一定要理性的 跟大家来 来做说明 一定理性 我们在网络上 像有一次 我在另外一个直播 上面有一个 那个名字 他的名字叫做螃蟹 我就知道他是1450网军 网军就是在那边 在那边搬弄是非 这个 这个黑的搞成白的 白色搞得黑的 把大家炸是错了 那个 那一个 那个 我就知道你是畜生 畜生赶快离开 你在那边捣什么 那个畜生就真的 那个 那只螃蟹就真的离开了 就是这样 我们希望大家 理性探讨 我是不怕面对挑战的 或许有的地方啊 我不够 但是 我这个 永远不怕影响挑战 大家可以来公开说明 但是 一定要有个前提 是理性 不要那边 慢骂什么的 那个 甚至一些那些丑话 我们可以凭事实 凭数据 凭科学的态度 跟方法 来这边做说明 来这边互动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休息一下 今年365天 天天送健康 健康就是幸福 健康无价 无论有好多钱 都买得到健康 要健康 只要打一通电话 能味康 是美国天良偶迈 能帮助消化 使牌变顺畅 我是刘伯伟 搞瘤书子宝 快要回前家 特别送你一本书 救健康的命运 使得自自在在 永远健康救护 看过 一定健康 快打电话 08006666616 08006666616 病毒大局入侵 怎么办 先别紧张 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才能临危不乱 太多保健相关的假消息 传来传去 我都搞不清楚 是真是假了 那就让教授说给你听 潘怀宗健康系列有声书 搜集国内外最重要的医学新知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你从生活中养成正确的健康习惯 潘怀宗健康系列有声书 每集8CD699元 快播02-2518-0855 或上好物事及网站 试听选购 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听 30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中广论坛 好欢迎大家回来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跟大家继续来谈台湾 建峻备战靠谱吗 这刚才我利用广告的时间 稍微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些回应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 我们这边不是光有台湾听众朋友 也包括马来西亚 加拿大 澳洲 也包括了纽西来 也更包括了中国大陆等等 因为中广新闻网 收听的这些听众朋友 越来越广泛 可能在线上 如果连收音机再算进去的话 可能几百万 上千万的都有可能 在网络上的这些相关的朋友 就订阅户就有30万 其他的收听 不用在电脑上看的 那就有可能上百万 在这边收听 开车的 耕田的 爬山 散步在公园里面 打坐的 都有听到中广新闻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来这边客观的论断 而不是盲目的在这边做一些意识形态的这方面的铺陈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个我认为台湾的国防靠谱吗 边线比够不够 边线比如果没有达到85% 我认为就不靠谱 边线比 边线比就是它编制多少 编制100人 现在85% 边线比就是85% 是这样 现在台湾的边线比不够 就70% 甚至有些部队可能只有还不到70% 那就不靠谱 你要有个依据 就是说 我们要有个数据 不然大家各说各话 那你如果没有那些依据的话 那30%就够了 就是我讲过要85%以上才靠谱 85%以上 那就不靠谱了 那有一个要有一个本 要有个依据 有个参考的数据跟指标 就是基准了 那洋文人的话叫做bestline 就是你要有个基准 是这个 那现在边线比不够 我认为 这个很严重 这个很严重 那10个人不到8个人 不到7个人 那你这样的话 任务的负荷 活力的发挥 还有这个 平常的这种待命或者执勤 那也有人要休假 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在部队 他要轮休 那怎么办 那你人已经不够了 还有多少可以轮休 而且现在的这种状况任务 都会比以前吃紧 没有像以前成平时期 现在的状况 毕竟会比以前来的压力的负荷 都会比较重 那怎么样去解决 我要认为这是个 这是个问题 有没有去面对 我认为边线比要够 但是边线比现在不够 不到85%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孤立一雄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判断孤立一雄是没办法解决 只能摆在那边 我认为如果顾立一雄能够把边线比拉到85% 那是他最大的贡献就可以了 其他的行不行 那其他再说 但是没有办法达成吧 这个是 这个是他能不能突破 我认为这个做参跑 那可不可以把边线比拉 国军有没有战力 先看边线比 没有人 就没办法发挥战力 没有办法发挥火力 没有办法能够达成防卫作战的目标 这是一定的 那在这一方面 所以台湾的国防抗部 第二个就是参考了边线比 第三个就是大家最近比较稍微热门的 就是 共机在这边绕岛 或者是在这边 到西南空域或东南空域 到底有没有飞到台湾的内水 国防部说没有 这是一些民间的这些战略学者 包含在研究这个非常很谨慎的 一个叫张静 他是中华战略学会的资深研究员 讲有飞到内水 国防部说没有飞到内水 那我看那个航机 我认为就航机来看 飞到内水了 因为他飞到南宇 南宇相关的领空 这个领空了 那南宇 大家一个岛屿的话 要12海里的半径的领空线 那南宇飞到了 南宇算不上我们的国土算 那国土的上空是不是领空 那就是飞到内水了 那绿岛距离台湾14海里 14海里的话就是大概25公里 那也飞到了 它也飞到靠南宇飞这样近 那你再从南宇绿岛 再从绿岛发了一个12海里 12海里是22公里的半径 那又飞到了 也是飞到南宇跟绿岛的上空 因为南宇绿岛都在台东的正东方 都在东方 只是南宇偏南 绿岛偏北 绿岛在制航基地的正东方 因为我是飞行员 在台东制航基地也待了三年多 四年三年多 对不对 在那个地方 对那边的相关的地形都也很熟人 那这样子 那个国防部就出来讲 没有飞到内水 南宇距离 河南比是有一段距离的 它只要距离 只要在这个40海里之内 就算飞到南宇上空了 何况只有30多海里 那就更飞进来了 那不是嘛 你要画12海里的南宇的半径 你这些岛屿都要画12海里 因为岛屿也不能上来 那国防部在这一方面 有时候会预盖弥彰 我认为事实真相只有一个 说出事实会比较好 没有说出事实 那你要知道 民众怎么去相信国防部的权威 骗了几只之后 老百姓就会不相信 足食足兵民信之意 就是要得到人民的信任 一个国家要富强 足食 人们老百姓要吃得饱 足兵要兵强马撞 民信之意 就是要得到人民的信任 信任就相信 就是什么 民信之意 这些 古人之言 智慧之语 都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逻辑 有他严谨的思考 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些了 能够流传千古的经典 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汰 还能够流传到现在 都有他的绝对的道理 圣经 圣经算四千年的事情 对 新约两千多年前的事情 为什么会流传千古 现在为什么还读 两千年四千年的 新约旧约 那有他的道理在那边 对不对 没有他道理 早就丢掉了 就有他的道理 才能够流传千古 有他的权威性 才能够流传千古 那孔梦 孔梦孔子 两千五百多年前 那为什么能够 现在有他的道理 要不然早就被各朝历代 淘汰掉 以前的时候 还有半部 轮椅至天下 董宋书还有 大处百家 独尊如数 那都早就有他的一些 道理在里面 但是我们不要尽兴了 有些 有些是不合时 已经被淘汰 被淘汰 大家不会再提了 女子以小人南洋野 这个早就淘汰了 谁还该讲现在 这个有沙文主义 君子远包厨 这个也淘汰了 现在还谁跟他讲 说君子远包厨 你对那些大厨 我们都靠他吃饭了 怎么可以讲这些 都淘汰掉 所以有些东西 能够流传到现在 有他一定的道理 那我们继续来谈这些问题 不要太私交 有的时候 这个都会 因为都会旁征搏引 处类旁通 有些都会想到一些 来做隐证 因为我有时候讲话要做隐证 才知道我说的所言不假 是贴近于科学或事实 当然网络上有人会 有一些看法 有意见 这是正常的 我非常欢迎 尤其我在大学上课 非常希望 学生来向我提出挑战 而不要通通说我是对的 因为他跟我提出挑战的时候 也开启了我另一端思考的路径 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教学相长 哪有自己是权威 对不对 我对学生是权威 但是谁学生回馈给我的 也有他的一个道理 我认为这样 彼此互相激荡 脑力激荡 自己反而会有所长进 如果一幕就是自己是权威 自己是最好 那完蛋了 那就没办法进步 好不好 这也攻进进入内税 那国防部应该来 把事情说清楚 后来他又讲了 哎呀这是一个参考图 粗略的 不是写得很精细 那这个又 又从何来说起呢 你是这个是可以参考的吗 那你可以参考 你要公布 那就不要 既然是那个不精确 那就不要公布 你要公布就要公布 就是正确的 对不对 然后不要那个 那个把它 这个 撕胶了 比如说台湾 你把淡水发出来 因为淡水最突进 接近于前线 接近于中线 淡水把它画出来 那再一次的 俄兰比 你把是不是把左银画出来 因为左银是我们最重要的军港 它对我们威胁有多大 把它画出来 你画俄兰比 然后一个斜线拉在那边 那你这样的话 你最近的距离是多少 你要拿最近的距离来量 而不是拿斜边来量 对于现在老百姓越来越聪明 他们的思维越来越缜密 以前小老百姓 可能站在顾立雄的立场 好糊咙 但是现在的老百姓 不容易糊咙 可能有些的这些军事研究者 比顾立雄还更具有权威性 还竟有经验性 也更具有指标性 那顾立雄是不是要 这个查纳亚言 博彩中资 广彩众议 来找出一个非常好的观点 或者是看法 我应该认为是这样才好 是不是应该如此 对不对 那竟然进入内水 那尤其那外岛 金门马蜀 是攻击中共的无人机常常来 那媒体不报就不报了 媒体报了 国防部才出来说明 那你这样的话 国防部一直站在被动 会被人民在那边认为 国防部根本没有掌握状况 应该主动说明会比较好 那现在国防部的被动因应 你太被动了 那就不专业了 变成民间先掌握 我的那个网络 我有很多的民间的朋友 他们都有军事背景 都有军事背景 经常传一些资讯 给我在我的信箱 在我的网络 在我的其他的各种的管道 都会分享 有的还问我 那我就跟他们做解释 要详细做解释 我打个电话给他们讲 这可能要花个十分钟 八分钟来做解释 是这个样 那这个我们共击今天 经常 就是经常性的在东沙岛上空飞行 就在经常到领空 进入东沙岛领空 国防部也从来不讲 那偶尔要提一下 每个月 每个礼拜提一下 或每一个月 比如说七月份上个月 共击多少价次 进入东沙岛的领空 那可以给大家讲 那可以给大家讲 现在东沙岛常常 共击就进入 他的东沙岛领空 我们也没办法因应 可以把它打下来吗 那这方面我们也没办法作为 但是老百姓会关心 那东沙岛是我们的领地 是我们的领土 是我们的主权 但是共击已经进入 我们的领空 那我们也没有 这方面的作为 我认为这个都是问题 所以我认为 顾立雄应该在这些 相关的作为上 站在第一线 赶快跟老百姓说清楚 这样老百姓才会支持国军 不然认为国军不值得信赖 那你就私信于人 人民私信于大众 这样是我们国防最大的问题 因为顾立雄在这一方面 也赶快做调整 不做调整的话 那个国防部的赋能量会更多 因为我在观察 社会大众对国防部 这方面的看法 就是爱之深 责之切 才会把这些做说明 那共击要经过台湾的 这些领空 领海的上空就是领空 那是实践的问题 那中共进入领空 这些顾立雄怎么办 要打 那现在还没有动员 新房都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兵强马撞 能打吗 那不能打 不能打 你要怎么去交代 怎么样去应变 怎么样去因应 怎么样做战略调整 有没有先想好 因为中共机 可能是无人机会先来 进入领空 那你国防部怎么要去应应 这是个问题 要赶快 因为就我来研判 按照时间轴 按照中共的这些节奏来看 那是时间问题 会进入台湾领空 领海的上空 领海的上空就是领空 那怎么办 国防部在这方面还没拿出办法 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认为很多事情要超前部署 要事情先想到 要比对方先想到一步 那才是办法 如果没有 那只是大家坐太平观 到时候再说 现在很多的官员 就像孤立雄到时候再说 那这是最危险的 有没有超前部署 很多事情要有所准备 要做最坏的打算 但是做最好的准备 这才是用兵之道 备战之道 要吃个羊 但是孤立雄在这一方面 完全没准备好 这是非常令人忧心的 所以我认为 台湾建军备战靠谱吗 这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大家来可以做说明 我欢迎大家在上面 来跟我挑战 我哪边说的不对 或者是哪边是有一些 过于主观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来探讨 但是我讲的都慢慢 都是有所印证 我讲了中共的 在东南海域 西南海域 无人机的绕岛等等 后来都按照我的这种 这种推测 因为政治学就是要先能够描述一件事情 然后再来解释它的现象的来龙去脉 最后要能够预测未来的发展 那我是个政治学硕士 政治学博士 也是一位政治学的教授 在这一方面 我当然能够经过客观的分析 而且我在20年前就读完 国防大学的战争学员 也在30多年前就读完的空军指挥参谋学员 在军事的上面的素养 有一定的条件 我不能说我名列前茅 独占凹头 我不要这么说 我不要这么 但是我最起码有一定的素养 只能这么说 好那这边呢 刚才讲到共金进入的内水 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经济非常靠谱 我要提到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核心的方向 核心的目标 不要乱的方向 我们现在倒是要发展什么 而且不要过度去吹嘘 有没有核心方向 就跟我们在政府八年 要发展无人机国家队 八年下来了 共机的无人机到处都是 大型小型的 无人机无人吧 双尾鞋 翼龙无人机 翔龙无人机 BZK系列的无人机 太多了啦 那我们一架都没搞出来 我们八年一架都没有 交了白券 结果这个蔡政府 摸摸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 非常可惜 八年啊 你乘以365天的话 2000多宽地快3000个日子啊 一架无人机都没有 那孤立雄讲中科院的无人机 又聋又瞎 这是孤立雄说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都只会吹牛 什么国家队 我说你国家队吹什么牛 那个发动机是made in China 中国大陆 都在吹牛建军 台湾最可怕就是没有核心的方式 都在吹牛建军 都是空壳子 相当可怕 有两分证据 说九分发 说十分发 这不是吹大牛 一般来讲 有八分证据 要说个六分发 就要留个两手在手上 隐藏实力 隐而不显 是这样 就我们这两分证据 说的是吹大牛 讲了十分 这个会生会议 在十年前 台湾的无人机 是超越中国大陆 因为台湾起得早 三十多年前 就有这个 那时候的RPV 不叫做UAV 那时候RPV RPV就是无人机 非常可惜 这八年过去的交了白卷 我想赖清德 政府赶快 赖政府赶快来 赶快跟上 中国大陆的这无人机 现在开始载货了 对不对 四川的拱嘎 开始载货了 那个无人机 可以载两公吨 他哪天载两公吨 炸弹来怎么办 随时可以商转军 商转军用是很快的 非常可惜 我们在这一方面 就是进步 讲了太多 做得太少 打高空 骗人民 不好 我希望顾立雄 既然当国防部长 赶快改革这些习器 把这些的 把它纠正过来 花了大钱 结果比如说 我们的报纸上有讲 子女心计划 就是做发动机 这个乌轮喷射发动机 结果 花了几百亿 结果 以失败告终 几百亿打水漂 当时要审慎的评估 在这一方面 自然做不出来 像美国买 几百亿可以买多少 G的发动机 韩国 我们可以参考韩国 韩国FA5栋 就是像美国买的 奇异公司的 F4栋式引擎 F404的引擎 对不对 做了黑银 它单发动机 印度的光辉战机 大家很清楚 也是像美国买的 F4栋式的引擎 印度一直想要买 F414引擎 美国不卖 F414 美国是美国的顶尖 美国怎么会卖F414 它也只卖给 印度的光辉战机 F4栋式引擎 404栋 我们就是 零都会讲 栋式 讲404 不讲四栋式 因为有人怕 有人听不懂 什么叫四栋式 是这个意思 瑞典的49战机 GS39 也是F404引擎 美国并没有 虽然跟瑞典的关系 军事上的合作 非常的密切 但是美国也买 F404 那我们台湾 发了几百亿 搞了支离薰计划 看到报专媒体 都有讲 因为既然已经 暴露了 就可以说了 对不对 失败告终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花了太多的钱 又跑回原点 是不是可以 改玄跟章 做一个比较容易做的 先求有 再求好 不要一下就求好 结果连有都没有 因为循序渐进 有浅入深 然后 要不要摸着 食指过河 那再说了 我认为要这个样 然后有六分 正就讲六分话 不要 不要吹大牛 吹大牛的建军 会害了国军 所以我讲 不要乱了方向 也不要失去了 核心的目标 我认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来 现在来看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国防靠谱 我认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 全民的心防 心防就是 我们全民的 这种 保国威民的意志 够不够 我认为这个 非常的重要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休息一下 身体干净的食物 是一种很舒服 没有负担的感觉 想象一下 你的身体是大地 是河川 是大海 你会想要把不干净的东西 都往里头倒吗 干净的土地 会长出健康的花草树木 干净的水质 会育育健康的环境生态 有七天有机多股植物奶 二十种百分百真实穀物 每天喝 给身体干净的食物 三十二例的金奖投资专家 统一投信 六度荣获股票型基金团队研究长 定期定额 首选统一优质基金舰队 奔衡高级优选 全球新科技基金 为您的投资领航 中生零手续费 请下统一投信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中广经文网 newsradio 中广论坛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这边特别谢谢双喜 还有包括杀牛 也包括成光 非常多的 今天大家非常认得 非常的热烈 然后land也谢谢 还有星辰等等 还有文 文目 因为这个字有点暗淡 文目 成光等等 就写了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这些反应的 这些留言 都是非常好的 还有这个 这个堂 小堂谢谢 还有克杰 还有洪志 小亮 非常多 他们讲的 还有这个 毕霞 小亮 毕霞 等等 还有这个 Glorious Glorious 就是赞美 Glorious 赞美 等等 非常多 他们所讲到的 那今天讲到的 我要稍微再回应一下 因为刚开始一进来 就有一个人 我 军人以服从为天子 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军人以服从为天子 确实也害了军人 我就是以服从为天子 被牵着鼻子走 结果这个言德法 违法乱断正 结果我们军人以服从为天子 我从来没有说一个 说不是 他说是我就说是 他说不是我就说不是 也只能这个样 你说要服从还是不服从 对不对 你不服从马上抗命带走 马上撤职查办 你要服从 因为他是权威 权力不对等 你能不服从吗 你能跟长官唱反调吗 我是退伍了才可以这么说 没有退伍我不能这么做 对不对 但是也吃了大亏 我今天来看 因为是法的问题 不是法的问题我不来谈 因为国防大学的校长 任由军事教育条例第二条 显得很清楚 就是有规定 大学校长就是要这个教授 现在国防大学建校120年 因为他是从清朝开始算起 虽然现在民国113年 但是他建校120多年 那是这样 当然我现在是咸云野鹤退休了 但是我认为 这个颜德发违法乱政 当部长违法乱政 下面当然跟着乱 那部队会有士气 部队会有向心力 你看顾立雄现在是律师 他敢不敢出来面对 他也不敢出来面对 国防大学校长怎么任用的 你说顾立雄他是律师 我这边在中国中广新闻网 中国广播公司 对我直接对外面直接做发送 问顾立雄 你要不要依法行政 国防大学校长 你怎么任用的 你问他 对不对 大家观众朋友 可以来大大的问他 现在不是民主社会吗 大家关心国防 大家都是纳税人 纳税人 大家都是名指名高的给他们 那他们当然要有所回应 你看他不会回应 没有一个人敢回应的 法律问你怎么回应 法律摆在那边 他们能回应吗 他们会有勇于认错 他们违法乱政吗 我都已经退休了 我不会在乎那些名位的 早就是咸云野鹤 云淡风轻 但是问题国防部 他要烂 顾立雄他要烂 继续赖 赖皮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大家只能这样 那大家可以去问他 你叫顾立雄出来 他是个律师 就法来论 对 军事教育条义第二条 还有不要忘了 还有国防法第二条 所有教育法令都要遵守 国防法第二条有写 我都做过功课 所有都讲法 因为讲理说不清 他有他的 讲到一个贴发乱罪 你讲法 法就是一个 对像中华民国宪法 14章175条 就是这就是宪法 你没办法 立法院没有修改宪法 这个就是宪法 就那么清楚 对不对 好那今天我能够讲这些都是 我还蛮敢讲的 他们敢不敢面对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敢面对 四年多了 今天非常谢谢 中广新闻网的给我这个频道 让我在这边能够畅所欲言 从来没有给我预设 什么题目要规定 要怎么讲 非常自由 那这些网络的朋友 刚才你还问 为什么军人是不是以 这个 服从为天子 我把他找到第一个 因为已经跑到 他已经很久了 都 都 都已经 都已经过头了 因为每一次都会有几百个 这个 多少个 这个 这个流言流语 在这个上面 那 那个对 那也谢谢 那个洪志 洪志你 我有看到了 还有这个 这飞银 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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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还有王 等等 好 那我们继续讲 因为还有一些时间 现在 今天8月14号空军节 现在10点49分40秒 台湾的建军备战靠谱吗 我认为这很好 另外一个 我认为台湾建军备战 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 一定要把军人的荣誉感 军容的光荣感 军人的士气带起来 这些军人我感觉到 没有光荣感 没有士气 这是非常可惜的 军人就要有那种光荣感 是个荣誉 这是我的荣誉 我参加了什么演习 参加了执行的什么任务 然后达成什么样的需求 超过了什么样的标准 我这个是荣誉 穿个军服 指钢戈以位设计 保国为民 为民先锋 这个是个光荣感 要这个非常 但我现在好像没有 被这些政客弄到 把军人当工具 这是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我对这些政客 不宜苟同 不宜苟同 军人的这些光荣感 使命感 荣誉感 士气等等 我都蛮忧心的 因为我关心我才会这样 所以这边呢 要这边提出来 要怎么样的提振军人的士气 因为刚才讲到的新房 要提振社会大众的新房 没有新房 搞国防都是假的啦 你没有新房那怎么 那为什么政府把新房带起来 又为什么不把优患意识带起来 对吧 这是新房嘛 我们宁可要有新房 新房绝对重于国防 没有新房的国防 那是骗人的 一定要让人民对军 对军队的尊重 首先要对军政的尊重 那就是政客要尊重这些军人 当中民进党在连改的时候 说军人是米虫 那年轻人谁要来当米虫 所以赖清德现在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要不要出来对当年连改 民进党一直抨击 说军人是米虫来道歉 你没有道歉军人会有光荣感吗 老百姓说你是米虫 谁讲的 民进党说的 民进党说军人是米虫 那你现在民进党到现在为止装虾作龙 不好嘛 道歉有那么难吗 对这些已经退伍的官兵弟兄 还有现在在国防线上的官兵弟兄 道歉一次 所以当初连改的时候 这些民进党某些人士 说军人是米虫 那来道歉嘛 应该这个样 这样子年轻人才会来从军 不然你要干嘛 你要去当米虫 变成一个插科打昏的损国军的这个一个惯用语了 米虫变成国军的等号 那怎么可以呢 民进党视而不见 我在各大媒体各大报 各大的那个说做说 我民进党赶快出来道歉 当初说军人是米虫 刚才出来道歉 对我这么大声疾呼 我也不怕民进党说 他们没有说过 我马上找资料出来 怎么会没有说 我马上把证据找出来 对不对 是这个呀 哎呀 这非常可惜的事情 这个 那这样 怎么军人会有荣誉感吗 军人会有士气吗 军人会有光荣感吗 穿上军服 会有感到一种抬头挺胸的这种气势吗 这都是问题 我这边也这边提出来 希望 民党当局 或者曾经骂过军人是米虫的这些政客 出来 勇于道歉 勇于道歉 不然你一直在这边 大家在 这个还在线上的国军官兵弟兄 他们会怎么样去想 他们心理上受到什么样的这种残害 对不对 哀莫大于行使 你说到他残害 他还愿意进来吗 你竟然还勇于从军吗 我先喝个水 谢谢 不好意思 对不对 我这边就提到这些 好吧 那这边还有一个 冰原是一个 是一个问题 对 这一个 这个 Malian 有这么讲 还有 这一个 这有时候是英文名字 英文名字还蛮怪的 还有 还有这些 这些 这个王良 我认为这个 不管怎么讲 对现在在意的 或者在台湾 这个爱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 都要跟他们道歉 道歉 要一个 这广泛的 一个是广泛的定义 一个是狭隘的定义 无论要做广泛的定义来看 就是对全体的军人 因为全体的军人 没有事情是有百分之百的啦 你告诉我哪个国家 百分之百不贪污的 只是台湾贪污比较严重 我要这么讲 那不能说 其他国家贪污 我也要贪污 不可以这个样 我可以说 以偏概全 新加坡也有贪污 但新加坡的贪污 是微乎其微 非常少 我看过相关的这些报纸 报道都有 但是我们台湾贪污 贪污比较严重 然后呢 这个呢 还看人办事 像郑文灿贪污 就大贪小贪 那其他的就小贪大贪 为什么 因为不是民进党 就小贪大贪 那是民进党 那大贪小贪 就变成这样 就传过水无痕 我认为不好 要一视同仁 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王子犯法 以庶民 你跟老百姓同罪 而且执法犯法 要罚得更重 这些大官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我讲 我只有个目标 我下次再讲 因为很多人 在网络上 叫我出来选 叫我出来选 我要出来选 就是一个 专门打贪打辅 因为我看不贪 看不惯这些贪腐 我做痛恨贪腐 我今天也诚实 跟大家报告 我从今45年 我没有一块钱 没有一块钱 是非法 进入获得 我从来没有 我宁可自己掏钱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掏 我用自己钱 几千几万而已 又怎么样 但是我留得清欲 我干嘛要 要去弄钱 但是我知道 有些人在弄钱 我也没有说 去有那些证据 要去提告 因为要去找证据 很费时间 我要去升等 郑教授 要写好多文章 我拿去 抽丝拨钱 有的东西 还是机密 保密的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打探打 我现在 已经退伍了 了无牵挂 这边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耕田 好 下次再跟 Panto 下次再跟你讲 耕田的事情 等等 还有一个 洪志也提到的 分裂国家的出卖 民族力 都是自己 对 我认为政治人物 要多爱点国家 不是自己 能捞就捞 能拿就拿 那苦的老百姓 对我认为这样子不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只能跟大家聊 下一次 我们下礼拜再见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 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